如何改善托育环境才能解决少子化的问题 有业者认为不须要求私托业者加入准公共化 压低托育经费就能解决 家长也认为应该要从提供更弹性的托育时间和良好教育环境 才能让家长愿意宣扬 下一代也才能获得更优质的教育 政府大新土木新建非议令幼儿园 或者利用闲置空间开辟公共托育家园 要提供家长评价优质的托育环境 但家长认为受限现在就业环境 要能够下班就接小孩回家的机会少之又少 因此不见得会选择公佑 如果说假设我自己工作时间可能晚上十点 那你其实今天任何的工作对我完全不适用 我自己当年我是花了四五万块 我去请了一个我自己认可的 具有教学能力的幼教老师到我家 从早上七点雇到晚上十点 我是这样解决我的问题 虽然公佑收费低廉但森多周少 而私托机构能够生存 业者分析不光是费用的问题 而是托育时间和良好的教育环境 符合家长需求 希望政府正视这种现象 那私有的弹性比较大 它可能人员的调度啦 对不对 人员的调度 或是透过连锁化经营的方式 它可能可以投入注入的资源可能会更多 托育经费虽然造成家长的经济负担 不过有些家长为了下一代的教养 宁愿多花这一笔钱找更好的一个托育环境 儿童这个资产其实从出生就应该要培养 所以我们不要太focus在 我现在要怎么样去补助五到七岁 不是的 我希望你可以把整个经费 整个儿童的发展 可以做更好的一个规划 可是如果带小孩只是够小孩这件事情 其实就不会有又保系又教系 甚至从高中大学五专师到博士 都要有这一个科系 因为它有它的专业的面向 为了解决少子化 政府不断撒钱增加家长生子的诱因 不过却可能让托育环境 退回到只是把孩子养大而已 反而不重视又教品质 未来将形成另外一种国安问题 港东新闻王思武 赖长帮 采访报道